我現在當了藍藝門 今天要來吃這間全國有名的 五十一湯 他沒什麼 我沒什麼 沒什麼 我們也要燉肉 沒有什麼肉 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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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點過來才開始在那幾十個煮 賣到幾點? 賣到中午 中午 一點就賣完了 一點就賣完了 那幾點來進行這幾十個比較好的吃 如果要吃六點開始賣 你如果要吃比較Q的 比較有口感的 比較早來的 有的要吃比較固定的 比較滑的 比較軟的 你就更換 所以有人說鍋底 他就不說五十八 鍋底不是說五十八 一七一幾個 五的 五的還有七 兩三 然後這是牛奶 牛奶 牛奶在牛奶裡面 叫店家的說法 以前的人不說五十八 說鍋底 鍋底當然是烤了較久 所以看好 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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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子裡面的 這我說五十八 以前說我做鍋底 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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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時不吃過 這間九十八 也當然是沒有來過一樣 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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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 比較大部分 這是素的嗎? 對啊,素的 好大一卷 各取所需 所以再回來吃我們的五雜肉 你先吃一下 我再給你吃 來來來 你吃了 你吃了 鍋底 我吃鍋底 鍋底就是牛雜的意思 鍋底就是牛雜的意思 我要吃鍋底 你要辣 要辣椒 好 你再拿著 你再喝看看 你喝這真正確 吃這個王家牛雜的烏冠 對 你的味道比較好 比較提升 不要 比較提升 不要 先喝兩水 好 來 謝謝 來這裡的記憶 先去白典點餐 我們先去找魚 這個牛雜裡面是牛腩 三塊都牛腩 牛腩 牛腩 他不是牛腩 他說什麼 我們這樣說 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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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還有一些 我們說的 樂牌 樂牌 樂牌也是牛腩 這個比較像 太牛牌頭 所以比較像樂牌 比較像樂牌 這個 很難 來 這個 來 牛腩 他說 這是 鍋底 以前說鍋底 這個 這個 還要放一點 你看 放點醋 放點醋 這樣才會好吃 好 這個 來 放一下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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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買台人 不怕是第一次吃 很好吃 你們不買台北嗎 你不買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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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讚 讚 讚 這是下湯 這是 這是 芯加茅度 切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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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就是比較熟的 所以我這杯叫 這杯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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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會給你點 所以要千萬記住 來這裡 不要在旁邊 傻傻站著 這杯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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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杯叫 這杯叫 這杯叫 他 她 主要 她的東西好吃 再來 也是像《月季》 有這種 這個 它 它 很開 所以 這有傳承的意義 主要 它 大家在這裡吃 感到 氣氛 雞精 溫馴 雞精 好奇的是為什麼大家都吃牛杂,不吃牛肉呢? 牛杂主要是... 它吃都新鮮的牛杂,不是喝醉酒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口感比較好 牛肉因為脂肪性比較大 很多店舖都沒有牛肉 包括澳洲、美國或是說牛西蘭 所以專門處理 所以牛杂是比較大的特色 那邊都沒有鹹 都沒有鹹,沒有那個新鮮的味道 不新鮮 它這裡牛杂比較沒有車味,就是它比較新鮮 晚上12點台後,它就上來加速精力 處理百來創啥 所以它就不會超車味 對,比較沒有車的故障 你做同一個方向,不然你還是... 別人會做一個兩個方向 兩位吃什麼? 它的沾醬應該就是豆瓣醬 但是沒什麼險,一般人才能接受 它就是豆瓣醬 它們都沒有車 要用車的規劃 任何人家都沒有車 他法推車